姐姐说的是陈云芝 欧阳爵皱起眉头道 他营地出战 百战百胜 却招来自己人的嫉妒 一次 被敌军追击的时候 守城将领拒开城门 他不得已 只能立战而亡 所以 便是你本时滔天 也需要通达人情世故 若是他早一点打点好一切 谋算好人心 还会落得如此下场吗 作为一个将才 不仅要有领兵打仗的能力 对上对下 还要有非凡的领悟力 和操控能力 否则 不但不能为国争光 只会连累自己生死 害家人白白伤心 姐姐逼你通小人情 是不想将来为你做伤心人 你明白吗 欧阳爵 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 他在思考姐姐的话 也在想 自己真的上了战场 到底能做什么 建功立业 若是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和背景 自己连一盏才华的机会也没有 他一直不屑攀附权贵 然而姐姐却是在告诉他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攀附权贵 只是一种手段 只要能够得到一展所长的机会 向别人低头 又算得了什么 这不是他所想的忍耐 而是寸土必争 步步为营 姐姐的语气虽然严厉 却没有一个字 不是真心为自己着想 她想通了关键之处 猛地抬起头 认真望向欧阳暖道 姐姐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达到你的要求 好 我等着那一天 欧阳爵离开后 帮嬷嬷担忧道 大小姐 欧阳暖回头 轻声道 嬷嬷 你说 爵是不是很像娘 外祖母说过 娘也是这样宁折不弯的性子 所以夫人才会去得这样早 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 这世上 从来都容不下过分干净的人 大小姐让大少爷去迎合这个世道 是希望她更通达人寝世故 立身于世 大小姐 您并没有错 您所说的一切 都是为了大少爷好 帮嬷嬷叹息道 欧阳暖看着自己的一双手 轻声道 燃满鲜血 步步为营 这样的生活 真的适合绝儿吗 十日后 欧阳暖看着镜中的自己 微微笑了笑 镜子里的美人 并也露出了微笑 令之为人心醉 红玉赞叹道 小姐 人都说 容俊主 美貌无双 一奴婢看 那是因为您身居简出 从未出席过热闹的场合 他们见是浅薄罢了 欧阳暖轻轻摇头道 容俊主 能得到太后的青睐 绝非一般寻常女子 不得妄加议论 是 红玉推了旁边 傻乎乎的昌仆一把道 还看什么呢 马上就要去公主府了 你可千万机灵点 别闯祸 昌仆望着欧阳暖 又望了望红玉 吐了吐舌头道 奴婢才不会呢 奴婢一定好好保护大小姐 方嬷嬷看着 伶牙丽齿的红玉 和憨傻忠诚的娼服 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 欧阳暖轻声道 嬷嬷还在担心什么 方嬷嬷叹口气道 唉 小姐 还是让奴婢跟您去吧 不然奴婢真是不放心啊 嬷嬷的腿寒症还没全好 这个时候出去 不是白白受罪吗 您听我的话 不要出去了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方嬷嬷不由自主 摸了摸自己的眼角 小心翼翼地擦了眼泪道 一眨眼的功夫 小姐已经到了 可以参加大公主赏花宴的年纪了 天上的夫人要是知道 一定会很高兴的 红玉听道 脸上露出嘲讽的表情道 只怕海语夫人 要气泼肚肚肠了呢 欧阳暖摇头道 好了 不要再提不相干的人了 我们走吧 福瑞院 欧阳可砸了白玉瓶里的梅花 气得满脸通红道 娘 他们太过分了 大公主的帖子 我连看都没看过一眼 林氏冷笑一声道 哼 可儿 你祖母现在将咱们母女 当成了仇人 这么好的机会 怎会让我们出现 莫说是你 连我 她都没有知会一声 她这是打定了主意 只让欧阳暖良姐弟前往 可是 以前有这样的事情 祖母从来都不会这样的 欧阳可跌坐在椅上 满脸颓废沮丧之态 林氏走过去 扶了扶她的鬓角 飞笑道 好了 不去想这些烦心事了 来 看看娘为你新定做的鞋子 房妈妈捧着一双 坠着硕大夜明珠的绣鞋走上来 欧阳可愣愣望了一眼 林氏亲自蹲下身 替她换上道 来 你走几步试试看 欧阳可一听到这个走字 立刻就露出厌恶的表情 只是她不得不忍耐地站起来 走了几步 惊讶地回过头望向林氏 林氏脸上露出柔美的笑容道 这鞋子看起来和普通绣鞋无异 里面却大有乾坤 你穿上这双鞋 走路一点都不会有问题的 这双绣鞋一双高一双低 角度和高度都正好 贴合二小姐的脚 走起路来十分平稳 弥补了二小姐左脚裹了的不足 旁人粗粗望去 也看不出什么异样 林氏为了这双鞋 不知道费了多少力气 欧阳可自从腿脚不灵便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他十分厌恶别人看到自己 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情 如今得了这双鞋 他反复走来走去 脸上忽而露出喜悦 忽而又是兴奋 最后却变成了恼怒 他一把甩开鞋子道 难道我要一辈子穿着 这个废尸太平吗 娘 你说会要为我报仇的 欧阳那晚还要变成这个样子 你要让她在赏花宴上 大方异彩吗 林氏微微一笑 不慌不忙地将鞋子重新拾起来 递给欧阳可道 傻丫头 快穿起来吧 娘早就打算好了 哪里还要你担心 娘 你这是 欧阳可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帮妈妈露出笑容道 我的好小姐 夫人早就安排好了 您只管放心养伤 且容她再得意会 等着瞧 她最后的下场吧 大公主此次设宴 并不在京都的大公主府 而是距离京都很遥远的别院 欧阳府马车一路行来 欧阳暖和欧阳爵在车中下了一路的骑 倒也没有觉得路程遥远 到了别院门口 欧阳爵率先下了马车 立刻回头搀扶欧阳暖 欧阳暖的一只脚刚刚落地 并听到一声痴笑 哼 怎么欧阳侍郎家也得到请帖了吗 欧阳暖抬头望去 一个身形奇长的人走了过来 他身穿淡紫色长服 微笑时神光离合 双目有如骨潭尽水 银润澄澈 正笑隐隐地看着欧阳暖 此刻的他身着华服 光彩照人 却比他一身骑射戎装时 更加令人不敢直视 见过世子 欧阳暖下了马车 盈盈失了一里 欧阳爵也跟着低下头 恭敬行礼 小脸上一脸严肃 半点也看不出是什么心思 世子殿下 真是巧啊 欧阳暖的脸上浮现出笑容